那既然大家都认为 大盘的关键时刻在周四 那周四如果有反共的机会 最好两天要买股票吗 要买什么股票 我们先来谈谈投信 投信到底怎么看 我们请 赵立邦我们来看投信 投信今天 我们先看投信今天是买还是卖 投信在今天是卖的 卖超 到底卖什么呢 第一名就卖大同 有教没给他面子 大同 联电 汉磊 伟权林 星光晶 金承鄞 金燕 福茂 光照 华票 对 没错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投信的部分来讲 可是你们刚刚都举全 问题是今天我们看到外资 看到投信都卖 对啊 都卖 那我要买吗 他们两个大人都在卖股票 我要买吗 可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目前的美股 大概短时间不会有什么状况 因为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肺的利率预期的策位 不会超出市场预期太多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预期 明年大概升两码到三码 那升息的时间有的 甚至提前到三月呢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 非得利率预期会议之后 我觉得要比这个更夸张的 那为什么你们通通举圈 我们五个圈 外资是差啊 投信是差啊 投信不是 外资刚刚我们看到卖超90亿啊 对啊 可是投信的部分 你要先看他卖什么股票啦 你看一下 第一个卖连电 因为我觉得他觉得 现在外资大概休息了 所以 大股票不会动 大股票不会动 所以他先卖 好来 第二个 其实有些股票之前他任养的 现在来讲 因为股价涨太多了 现行破坏了 我跟你讲 他先闹跑了啦 你像汉磊之前买很多耶 汉磊跑了 对第三代办 等一下我们看 不然你看3707的汉磊 你看到投信怎么卖的 对不对 之前在这边低档的时候 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 其实他不是今天卖 到了11月初之后呢 就一直卖一直卖 其实因为他的EPS 说真的不是太好啦 那大家也知道 第三类半导体 他当然是未来的趋势没有错 可是你股价大厂之后 你基本面跟不上来 其实容易出现回档秀 所以他卖是正常的 好 所以假如最近这几天 他要开始卖 你比如说像伪权店一样 这个也是在卖 这个也是他之前 有稍微赦养的一个股票 经验的部分 其实也是相同的状况 光照的部分也是一样 所以假如投信真的 之前买比较多 最近在卖的 你要提防他 股价涨很多 你要提防他结账 你不要傻傻的 那我们来看投信 有没有可能做账变结账 投信近期连买的股票 如果短线上出现了 长黑灌破五日线 代表他有可能要落跑了吗 对 没错 其实像经验的部分也是一样 经验其实今天投信大卖 所以你看这种线型 搭配筹码 搭配他的股价大涨之后 其实搭配这种线型 形态看起来 这已经被摩托买了 摩托买了 没摩托买了 被摩托买了 光照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基本上来讲也是靠近 你看之前投信也大卖 最近真的也在卖 这种形态慢慢的 小新 对 这种要相对常来讲 滑行还好啦 其实滑行 在投信的部分 它真的没什么卖 所以你看它的线型来讲 相对常来讲 还算是安全 这种算相对常来讲比较OK 那合金的部分 外资再卖了 就外资跟投信在对坐 所以对坐的状况之下 高档涨的目标 先散开 两支大人 对 两支大人 那化碳的部分还好啦 投信最近才在买 这个还好 那台澳的部分 我觉得也还好啦 因为位阶相对常来讲 所以这四档要先散 对 金燕 合金 光照 华清要先散 其他这两档留校观察 对 这个也可以打 这个也可以留校观察 华清也可以留校观察 对 这三档 那就金燕 光照跟合金先散 对 没错 第二个问题我要问 那既然你刚刚觉得缺 就表示这两天应该可以买股 对 没错 买什么股票呢 如果大股不太会动 我们要买主力索马的中小型股吗 那主力买什么股票 有时候我们没什么 我们不知道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 你不要以为很多外资 都不是外资 他们都是主力 所以是不是主力型外资 对 或者拼着外资 外印的主力的这些个物可以留意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真的很多都是假外资 主力型外资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看 这些主力型外资的股票 我真的 来 我们要先看 我们还是要看真外资的部分 假外资 你可以操作 短波段的操作 颜色停损跟停力 真的停损停力来了 你就要散开了 胸口的方向是不是在这张表 在 我觉得假如说以这样来看 技嘉算相对上来讲 因为有EPS的 这是真的外资 还是假的外资 这是真的 这应该真的外资 一例一例这种来讲的话 其实抬头显示器 这种我觉得 基本上比较像假外资 主力型外资 主力型外资 我们不要说假外资 主力型外资 这种只要爆量产 其实应该反过来讲 叫做外资型主力 对 外资型主力 外资型主力也可以 外资型主力 表面上是外资 其实是主力 这种股票也是相同的 外资型主力 对 其实说真的 这种股票 在还没涨之前 说真的 我也不太知道 它做什么的 就涨在 连你都不知道 做什么外资会买吗 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 外资型主力 国售至少大家知道 太阳能这一块等等 其实相对上来讲 这也很飙 相对上来讲 有可能是比较属于真的 可是主力色彩也太浓厚 这种都是主力型的 那这种股票可不可以买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说 股票你自己在操作厂来讲 当然心脏大 这些都创新高 对 创新高其实很强 其实我觉得就 你买的你就停损也设这边骂 就是你这个就不要看基本面了 因为你去找它的基本面 新闻写的那些 元宇宙低轨道微信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那都是包装纸 那都是包装的 你看看EPS营收 那个就 我跟你讲 那个涨上来大家都会信 反正这种股票呢 风险高 对 那停损停地 你要设定好 像健七这种 像华福这种 其实这种都很飙 这种都很飙 可是比如说你要买 停损你就设长红棒的低点 真的万一破了 那赵立你认为这时候 可以买什么股票 像健七这种 像华福这种 其实这种都很飙 这种都很飙 可是比如说你要买 停损你就设长红棒的低点 真的万一破了 那赵立你认为这时候 可以买什么股票 好 那其实现在呢 minion有一定的部分 其实有些股票真的蛮强的 你像惠特开始非常的强 那个负财的部分也可以上来 可以 所以台表科 也是一样minion有一定 对 你看一下 其实它的11月营收 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你打它的K线形态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形态 其实来一次整理 那种股票今年EPS12块 12块 对 去年EPS大概只有7块多 今年预估12块以上 明年大概会有15块以上的水准 那minion有一定这一块来讲 138.5 对 有机会 我觉得会啦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你看本益比明年又成长了EPS 现在本益比大概就有不到10倍 其实这种股票 虽然温吞了一点 可是温一温之后 其实它还是会出现上工的一个走势机会大 行 好 我们也来谈谈 今年最夯的产业 除了元宇宙之外 当然就是电动车 而电动车要成为赢家 那一定要掌握电池 所以很多人说你要坐电动车 那得电池者得天下 现在大家都要坐电池 包括Benz说我也要自己坐电池 Vovo说我要自己坐电池 通通说我要自己坐电池 连越南的电动车厂都说我要自己坐电池 所以在今天盘面上 电动车概念股里头最夯的就是电池股 对 没错 我讲得电池者得天下 我讲这部分 因为电池在电动车里面的成本是最高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 今年预估电动车 纯电动车的部分来讲的话 第一 去年的销售量 大概会成长一倍以上的一个水准 总有电池者当然有有天下 我们来看有几家四大厂商 开始在电池这一块来讲的话 慢慢的在所谓的一个研发跟量产的一个部分 在所谓的一个研发跟量产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宾室的一个部分 其实它有固态电池 什么叫固态电池 就是说它现在的一个离子电池的部分来讲 它是液态的 那现在它把它用成所谓的固态的一个部分 那它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密度 它是增加的 并且相同的体积之内 假如说用固态电池跟液态电池来讲的话 相同的一个体积之内 它的电池的一个容量 它可以提高两倍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大家对于未来固态电池的一个部分 相对上而言 就是说它有可能在未来一大段时间之内 它会取代离离子电池 可是 BCR切入的是固态电池 对 没错 那我们看Vovo呢 Vovo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没有特别的讲说它要切入哪一块 不过就是说 我想应该还是在以离离子电池这一块为主 那另外的 GM跟LG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要成立所谓的一个电池的部分 就是说这两家厂商 他们有特别的一个点名 可是我相信大概都是以离子电池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为整个电动车的一个发达 所以电池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在越南的 所谓的一个Fin Group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这家公司来讲 它是东南亚当中 最大的一个汽车的一个组装厂 那其实它有90% 都是自动化的一个工厂设备 就是说它几乎都是自动化 它不太用人力 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未来希望 它的一个在所谓的一个Fin Group的部分 在美国来挂牌 在未来两年 就是跟Intel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很多持有这一些 比如说跟电动车有关的 它都要去做独立挂牌的一个动作 好 那我们回来谈电池 既然大家都要做电动车 虽然特斯拉新起跑 但这些大车厂如果要弯道超车特斯拉的 关键在于我们掌握到电池的关键技术 对 没错 或者掌握到电池 对 所以我们来看电池股市在今天盘面上 电动车干领股里头表现最好 对 没错 我们刚刚看上一张图表的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工格 对 工格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民基材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股价也出现大涨的一个走势 立凯KY的部分来讲也是一样 股价也是出现大涨 聚合当然也是电解液的部分 都跟电池有关 对 都跟电池 一粒电当然是抬头显示等等 好 那其实在这三档 在前面的这三档 上面这三档都跟电池有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电池里面下一页 我们看大家其实耳熟能想的 你比如说像正极材料的部分 这个是电池 这个是整个电池的部分 大家耳熟能想正极材料的部分 当然有美琪嘛 有康普 对 那电解液的部分当然是聚合 那格力膜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明基材 那其实大家真的比较不了解的 其实在离子电池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铜箔的部分 它也用在负极的材料 就是铜箔它是离电池当中 负极材料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那这两档有谁 其实全台湾 另外还有一个长春化工 那个没有挂牌 那这最重要的来讲的话 经需跟农科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页的部分 那什么叫铜箔离电池负极材料的关键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电动车的铜箔 一般汽车用量的5倍 就是说它的需要量 电动车是一般汽车的5倍 那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铜箔离电池的一个铜箔 年需求量35万吨 那目前的产能 只有24到33.7吨 所以目前的需求 它是大于供给的 未来这几年电动车 持续的发展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离电池的铜箔的部分 其实会非常的一个缺 所以我们假如说 拿这几档公司来做比较 一样都是离电池里面 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材料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去年的EPS 那这个是今年前三季的EPS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些来讲的话 今年前三季的EPS 都比去年多 可是成长性高的 你可以看到 金区 8358的金区的部分 今年前三季4.2 去年全年度才2.1 其实股价 相对上来讲 本益比蛮低的 好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大家都在说 集团做账 对不对 年底有这样 其实金区它也是光宝集团 光宝集团的一个股票 那当然最主要是车用的 高频高速加伺服器的一个 其实它也有 低轨道卫星的题材 因为它现在的铜箔的部分 来讲说 也有一些是用到 轨道卫星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的营收 连续9个月 这个很难得 一家公司既然 不管淡月 旺月 结果它是连续9个月 创下历史新高的水准 券商的评比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预估大概今年 明年都会比今年成长 那明年会比今年成长 今年会比去年成长 明年会比今年成长 所以股价 其实这个地方整理完之后 我觉得上工的机会 其实是蛮大的 事实际上 Ç western